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0年已经分手5年的前男友范直伟 突然爆出他跟王兴林的私密账 还诽谤他早恋 私生活混乱 出了这样的新闻 王兴林的清纯形象受损 事业上受到冲击 不久他又陷入一段三角恋中 被指示第三者 被大众唾骂 2012年王兴林不堪受辱 召开新闻发布会 斩钉截铁地说 我曾经被第三者伤害过 绝对不允许自己成为别人感情中的第三者 发布会上 他把交往和分手的时间线 说得清清楚楚 前男友姚元昊跟隋唐分手后 他才和姚元昊在一起 后来姚元昊放不下项链多年的隋唐 王兴林便主动退出 城前姚元昊与隋唐附和 自始至终他都不是第三者 所以从这一年开始 王兴林好像突然从娱乐圈消失了 他不再唱歌 不再演戏 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躲在家里不愿意出门见人 知道真相的好朋友到家里劝他 姚林 你真傻 你明明没有做错事 为什么不敢见人 你这样反而让人觉得你心里有鬼 经济炎炎鼓励他重新站起来 你喜欢唱歌 又有实力 怕什么 风波总有一天会过去 双方一拍即合 努力打造成熟暗黑戏新专辑爱不爱 然而听众习惯了王兴林唱甜歌 再听他唱风格迥一的歌曲 都觉得那不是他 甚至很多人嘲笑他用力过梦 这是王兴林第一次尝试转型 他知道自己也还在摸索的阶段 对于这种类型的曲子并没有琢磨透彻 自然是有不少的瑕疵 毫无疑问 这次转型已失败告终 日子一天天过去 王兴林压力特别大 不知道何去何从 乌漏偏风连夜雨 就在这时 他的身体又出现了问题 他患上了风格性组织炎 导致面部十分僵硬 差点会容 王兴林万万没想到 生病已经够难受的了 逛街的时候被媒体拍到脸后 还被质疑整了容 网上有人说 王兴林看起来好可怕 整容整到脸都垮了 王兴林白口莫变 唯有认真养好身体 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 转型失败 坦荡面对前程 王兴林知道转型是必须的 而且越早越好 之前的转型尝试虽然失败了 但是可以尝试另外的风格 暗黑系风格不适合 总会有适合的风格 只要把各种风格都试了 一定能找出最适合自己的那种 可是性感风 酷情戏 亲属女风等等 王兴林都尝遍了 竟然没有任何一种风格 能得到大众的肯定 大家都说 王兴林在干什么 整天瞎折腾 更有甚至直接无情的朝向 王兴林是不是疯了 他不知道自己驾驭不了 这些风格吗 一次次的转型失败 让王兴林灰心丧气 这次他是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新专辑推出后 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 为何不再摆脱甜美的定位时 王兴林非常坦然说 我觉得这个定位会跟我一辈子了吧 可能我哪天当了奶奶 会有人和我的孙子说 你奶奶以前是甜心教主 而且我觉得少女心 少男心应该是不分年龄的 而甜美这种东西 她不应该是我的包袱 她应该是我的特色 王兴林这种坦荡 面对甜哥的态度 反而让她收获了不少好感 时隔三年 她又凭实力拉到了赞助 获得了在台北小巨蛋 开演唱会的机会 这一次她认认真真的 准备演唱会相关事宜 言行举止也顺美小心 生怕再出岔子 因为如果再闹一次撤资事件 兴许她这辈子都不可能 再在小巨蛋开演唱会了 显然这次一切顺利 2016年1月 王兴林甜甜的在小巨蛋亮相 给喜欢她的歌迷 尽心尽力的演唱 站在舞台上 她无比感慨的说 三年前我因为一场恋爱失去了所有 三年后我又回来了 我不会再被任何事情打倒了 自信的女人总是不缺乏追求者 2017年 王兴林在一次晚宴上 认识了一个叫蓝内文的男人 蓝内文是个富家公子 风度翩翩 主动接近王兴林 她表示自己是王兴林的粉丝 听过她的许多歌曲 还买过她的专辑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王兴林真人 她很高兴 也很激动 还说王兴林真人比上镜更美丽 这种赞美的话 王兴林听过不少 一开始并没有放在心上 但很快 她就发现蓝内文对她不是简单的恭维 她是真心夸赞她 并且真心喜欢她 初次见面后 蓝内文就爱上了王兴林 经常对她嘘寒问暖 陪她一起健身运动 制造各种偶遇 最令王兴林感动的是 蓝内文对她很细心体贴 有一次 蓝内文得知王兴林将要外出 出差 特地送来一个药箱子 里面放满了各种药物 当中有一些进口药 她怕王兴林用的时候不方便 还写好了中文字条 说明是什么药 什么情况下可以用 王兴林被打动了 却不敢轻易地接受蓝内文的爱意 在蓝内文又一次跟王兴林表白遭剧时 她不由得问王兴林 你是不是怕再次受到伤害 所以不敢谈恋爱 我不是那种男人 的确 接连被两任男友伤害 王兴林真的有些害怕了 但蓝内文跟她保证 一定全心全意地对她好 一旦王兴林在这段关系中 有不好的感受 随时可以跟她提出分手 她绝不纠缠 重回舞台 一路乘风破浪 忍着内心的伤痛 王兴林继续坚定地朝前走 2018年 王兴林又发现了一张新专辑 在做这张专辑时 她极其用心 充满诚意 并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 部分歌曲听起来格外伤感 尤其是那首大眠 简直就是她以前感情的真实写照 本来王兴林只是想通过这首歌 给过去郑重地画上一个句号 没想到正是这首大眠 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去了 在网上火了 光在网易云APP上 就有21万条评论 很多人都留言说 王兴林这些年太不容易了 这首歌充分展示了她的唱功 感情也很充沛 听哭了 凭借这张专辑 王兴林总算回到了大众的事业 当然 跟巅峰时期的热度 还是无法相提并论 王兴林也不着急 更不松懈 不急不许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2020年 看到如此认真 坚韧的王兴林 懒得以为再一次心动了 她努力说服父母 不惜以死相避 终于得到父母的首肯 转身去追求王兴林 这一回 她的追求比之前更猛烈 送礼物 送温暖 她无微不至的关怀 她说 我就差把一颗星挖出来 捧在你面前了 王兴林感受到了 她的诚意和爱意 再次投入她的怀抱 2022年5月 乘风破浪 第三季开播后 引起了大量网友的关注 讨论度很高 但是也没有想到 在众多厉害的浪姐中 首位出圈的竟然是王兴林 年近40岁的她 抓着毛衣 穿着白着裙 表演了成名作《爱你》 状态特别好 身陷和舞蹈动作 跟当年几乎一模一样 王兴林依旧是 记忆中的那个天心教主 依旧拼尽全力地走在路上 因为她知道 只有在平常的日子里 足够努力 才能在关键时刻一飞冲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 准备